魏老师晚上好 莫会长晚上好 还有各位师兄师姐们都晚上好 新年快乐 我今天很感谢避孕师姐给我这个机会 分享我淑女的见证 在1月18日 小淑女因为妈妈的尿道受到细菌感染 然后发炎也发烧 所以她就遭残了 sorry啊 医生就发现小淑女感染到一种罕见的病菌 立刻送入家户病房 加以观察和治疗 可怜的小淑女全身都插满了那些管子 放入一个透明的箱里 看得真的很心痛 经过了三个礼拜 医生的治疗跟观察后呢 终于她能够转去普通病房了 索性呢就是医生说脑部没有被细菌感染到 这三个礼拜也不好过 出院之后呢 每天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带小淑女到九华山调整站 给师兄师姐们为她调整 真的很感激也很感恩 后来我呢就完成了魏老师的初中班后呢 每天都为小淑女调整 调全全部的部位就是了 也积极的去每个调整站呢 做一工回忆报谈生学 后来说后来女儿跟女婿也 因为小淑女的病呢 和谈生学结了缘 由于小淑女的免疫系统跟菲果很弱啊 她是有时常磕售 得用那个仪器帮助她复习 我们每天都轮流为她调整 她也进步的很快 然后在这些时间她就慢慢的成长 长大了 她到了一岁多的时候 开始学习走路啊 不行 因为她的头比正常的小孩子还大 因此呢 走起路来不平稳 时常跌倒 然后就给医生检查 发现她的脑部有四个部分积水 必须开刀 把水排出体外 我女儿也接受 所以奇怪 第一次准备动手术的时候 她全身出现红疹 只好改期咯 只有第二次呢 第二次还是要去医院 接受这个手术 她呢 又在手术台上呕吐 所以这种情况发生后呢 我们就觉得 她的小孙女是受到守护神的保护啊 然后我们就善良了 就决定用产生学宇宙的能量去闹地 为她加强调整她的脑部和脊椎 就这样 我们继续的很努力的为她调整 后来呢 医生就告诉我女儿 她讲说 小孙女这种情况 必须送去特别学校 去学习 啊 我听了 我很难受 我不能够接受 我就跟女儿讲 不行啊 她这么小 难道我们就这样盼这个小生命死心吗 我就告诉 我女儿跟女婿 我们有产生学的法宝 我们一定要有见证 后来我也放弃了工作 全心全意地去照顾她 每天呢 就是一定有四五个小时 我为这个小孙女调整 晚上呢 她妈妈父母亲就帮回家 继续为她调整 从没有放松 也没有怠慢过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 小孙女三岁的那一年 因为她的主科医生 健身的那位医生就是 起初在三岁之前 几乎每三个月 后来就慢慢 就每半年 然后就到三岁的时候 我就跟着女儿去医院 给这个主科医生检查 没想到小孙女的表现很好 她的记忆力超强 树木质能够从一念到二十九 也能够辨认不同的颜色 医生感到很惊讶 后来医生就当场立刻打了一份报告给教育部 就告诉我们宣布小孙女能够上普通的小学 我们真的很兴奋 总上放了一块石头 感恩还是感恩 收上了小医之后 医生还是要见我这个小孙女 她看到我小孙女 她的那种可爱啊 她很可爱 然后就能够跟医生一问一答的对答 医生告诉我们她真的看到我这个小孙女 她讲说在她的这个医疗生涯里 小孙女有这样的表现 这样好的成绩 她说是奇迹 奇迹 奇迹 讲了三声你知道吗 所以她连续讲了三声 我当初看到这种情形 我真的顿时就是那个眼泪就蛮宽的 那种是一种很开心很兴奋的 的的的的累啊 后来医生就要求既然这样子的话 医生还是要每年 见我这个小孙女 她讲说我要每年见她 读到六年级为止 这个医生真的很喜欢她 所以这一段日子真的是不容易过 转眼 我这个小孙女今年是九岁了 她长得白白远远的很可爱 所以从这九年里我们从没有见过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又回想起 当年如果是我们真的是做错了决定 我告诉你们我相信我们没有如此漂亮的证件 向魏老师汇报了 所以很感恩真的是很感恩 今天这一段的考验让我体会到魏老师的有一段的民讯 魏老师说他讲 在灵性化的观念里人是借着遭遇来了结自己的切 同时成就了自己的德和未来的路 所以我还是感恩 还是感恩 拥有了这个产生学 是我为生命加分的最好的法宝 我会好好地利用这个法宝 保卫更多的众生服务 谢谢大家 我分享到现在 拜拜 交给给宇宁师姐好吗 好哥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宁师姐的分享 度你的小孙女健康快乐成长 加油 师姐